这个女人名叫布兰达 是一名警长 最近局里没有什么重大案件 可工作依然让他崩溃 因为雷德尔警官每天缠着他调查他的工作情况 还有他跟领导波普的那些陈年旧事 而这一切都归咎于波普要晋升局长 所以作为他直系下属的布兰达就成了内务部的重点调查对象之一 为了保证波普平稳晋升 从今天开始雷德尔会考察布兰达的一切工作内容 连办案的时候也会跟着随时记录 于是波普给布兰达安排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案件 报案人是市长的朋友乔治 几天前他们报警说家里的保姆失踪吗 简单的人口失踪案还可以顺便帮市长一个小猫 这样对他的晋升非常有帮助 无奈布兰达只能接下领导给安排的工作 而工作的时候还要带着雷德尔这个监督员 真是心酸打工人 在乔治家布兰达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情况 女主人玛利亚说他们家保姆名叫阿德瑞娜 已经有两天没来家里了 他打过阿德瑞那家的座机还有他的手机 都没有人接听 这不像他平时的做事风格 所以他怀疑阿德瑞娜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布兰达问玛利亚阿德瑞娜会不会说英语 乔治说他会说英语 因为他虽然是墨西哥人 但现在已经是美国公民了 我们还给阿德瑞娜上了社保 布兰达接着问你们认识阿德瑞娜多久了 玛利亚说从小女儿出生以后他就在这里工作了 他小女儿已经11岁了 警员问玛利亚阿德瑞娜在这里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玛利亚说他好像在跟一个男人交往 可这时候玛利亚的儿子出来说他们早就分手了 看来相对夫妻俩 跟保姆朝夕相处的孩子反而更了解情况 于是布兰达问男孩他上次见到阿德瑞娜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他有什么异常 男孩说没有 跟平时完全一样 他们一起去了公园 他去见他的朋友罗宾 而阿德瑞娜跟另外几个保姆聊天 布兰达又问玛利亚知不知道阿德瑞娜住在哪里 玛利亚说他不知道 但乔治曾经送过阿德瑞娜回家他应该知道 于是布兰达依照乔治给的地址来到了阿德瑞娜家 警员进入的时候室内并没有明显闯入的痕迹 然而他们却在卧室里找到了阿德瑞娜的尸体 失踪案最终确认为凶杀案 回到警局 布兰达对阿德瑞娜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可他却发现根本找不到什么线索 阿德瑞娜是个良好公民 没有任何的前科 也没有警告 甚至连罚单都没收到过 而从房东发来的租房协议上看 阿德瑞娜没有填写任何的家庭成员 他现在居住的地方并不属于帮派聚基地 如果真是这样那调查起来就非常有难度了 这时候法医的试检结果出来了 阿德瑞娜生前曾被人残暴的性侵过 后背上有明显的电击伤 这使他完全失去行动力 凶手在性侵过后用重物击打他的头部 导致他炉内出血死亡 因为阿德瑞娜在美国没有任何的亲人 所以布兰达把阿德瑞娜的死讯告诉了玛利亚和乔治夫妇 得知一切的玛利亚非常伤心 他不知道要怎么跟孩子们解释 布兰达问两人知不知道 玛利亚去他们家的最后一天都做了什么 玛利亚说他那天跟往常一样坐公交到我家 之后我把孩子交给他 晚上六点我下班 他在七点左右离开 布兰达又问乔治是几点下的班 乔治说大约八点半到九点 因为阿德瑞娜的交际圈非常窄 所以布兰达很难从他身边的人里找到线索 那就只能查查案发之前阿德瑞娜 到底都去了哪里见了谁了 他让警员调查阿德瑞娜当天的整个行程 看看有没有认识他的人或者目击者之类的 于是警员找到阿德瑞娜每天乘坐的公交车 因为这辆公交车的线路非常长 所以有很多固定乘客 警员想问问看有没有人对阿德瑞娜有印象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被警员找到了一个认识阿德瑞娜的人 女人说他经常在公交车上遇到阿德瑞娜 警员问他周二的晚上阿德瑞娜有没有坐公交回家 女人说从周一以后他就没见到过阿德瑞娜了 因为有时候阿德瑞娜的老板会送他回家 所以他不出现也没什么奇怪的 看来乔治有很大的嫌疑了 对于这个结果波普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本来想要拍市长一个马屁 结果乔治却成为了嫌疑人 万一处理不好 他这个局长估计要泡汤 但事情还远远不止如此 这时候警员来到办公室告诉布兰达 他们又发现了两名被害人 他们从阿德瑞娜身上提取到的DNA样本 跟另外两起性轻案关联到了一起 第一起是三个月前 一名叫罗佩的西班牙裔受害人曾接受过性轻治疗 身上也有明显的电击伤 第二起是在一个半月之前 被害人出现在性侵治疗中心 两名被害人都拒绝报警以及提供任何信息 所以他们现在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